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当然会focus在台湾产场 如果我们想要到国际市场来去做沟通 要注意什么 那今天只有20分钟的时间 所以我会讲话比较简单一点的 我们要先开始 但是我希望可以想跟你们分享一下 一小段影片 这段影片是1990年的片子 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 那基本上这段影片叫Crazy People Crazy People的故事是简单说 男主角是一个广告公司的老板 一个天才 他拍的广告都很好 他做得很成功 但是他一直认为做广告都是骗人 所以他觉得我做这样子的工作 让我其实有点难过 有点不舒服 然后他觉得我从明天开始 我拍广告我要讲正式话 我不要骗人 所以后来他拍的广告就是蛮有趣 他讲话比较直接比较幽默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怎么拍这些广告 那记得这些这些影片 广告影片都是假的 那我们来先看一下Sony 日本人 他们短了 所以他们眼睛比较近 比较多的国家的电脑更近 比较多的国家的电脑更近 Caucasians are too tall and gangling 你们觉得如果Sony这样子跟市场抽狗同是可以的吗? 我觉得有点危险 可能是不太可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Volvo的广告 首先不是影片这个是Poster 但是看一下他的Slogan 你们觉得这样子讲可以吸引消费者吗? 有点困难对不对? 但是我必须讲如果我们是回头看台湾的制造业 台湾的传统产产 还有台湾品牌 有没有发现很多品牌也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国同 比如说 We have the best product for you 其实跟Volvo的 They are boxy but good 一样的 那其实我上个月有去Tim Toss Machinery Show 以后发现很多品牌都在说 We are boxy but we are good 以后我发现其实没有几个品牌是做的真的很完整 沟通的方式都一般般的 有几家是做的还蛮明显还不错 但是一般的制造业做沟通的方式真的是不会吸引客户 所以购通策略品牌购通策略真的很重要 那就是今天的主题 所以我们要开始 但是品牌购通计划是什么 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了解这一部分 我们可能要先 define communication 购通 So Oxford Dictionary says Communication is a transmission or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knowledge or ideas by means of speech, writing, mechanical or electronic data 那我想在Tim Toss一般的公司都是这样子啊 都是做exchange information 但是如果我们在考虑品牌沟通 我觉得品牌沟通跟沟通有点不一样的 因为品牌是什么 品牌是一种感觉 我们需要印象客户的感觉 我们要让他知道我们的承诺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有emotion 所以如果我们要重新 define communication or brand communication 我会这样子写 The transmission or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knowledge, ideas and emotions by means of speech, writing, mechanical or electronic media as well as by design, sound, music and behavior 记得啊 做品牌沟通是deliver clear message and emotion by any means possible, seen and unseen 大家都听得懂吗 好,那我们继续 我们要了解一下品牌沟通计划的大大的总点 有六个总点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好吗 第一,目标 每个好好的沟通计划都有很清楚的目标 那目标要注意 不是短期而已 短期目标是需要的 但是如果要做品牌 我们一定要考虑长期时间的 很多品牌都一直在focus 在赚钱的地方 所以都是短期时间的一些目标 那这个并不是台湾的问题而已 很多国际品牌也是有这样子的问题 最近Tiffany 我想大家都听过Tiffany这个卖主宝的一个品牌 Tiffany目前的市场是贵妇 还是就是很有钱的年纪大的女生 但是最近Tiffany觉得品牌定位已经变老了 变传统的 以后想要印象年轻的性的市场 就是年轻女生了 所以他们有做一些调整 他们的logo又变了 他的品牌形象也有做改变 我们一起来看去年2021年的广告好吗 有点恐怖 我们看Tiffany这样子的广告 那你们觉得你们认为她在讲什么 对年轻人来讲很幽默很有趣的 但是如果我是一个年纪大的一个小费者 我已经花很多钱给Tiffany看到这些slogan 我是不是会受伤吗 应该会不舒服 所以我一直在想Tiffany目前他的目标 他的策略是短期时间吗 短期时间是请很多年轻人来买我的产品 还是有没有考虑长期时间的品牌策略 不见了 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因为还太早 但是我们会看一下 future 会怎么样 第二个很重要是我们的市场 我们要跟谁沟通 我们要跟谁卖 客户跟市场真的是很复杂的 因为我们需要了解客户的需求 他想要的 客户的感觉 他的个性 还有市场的趣事 这些都需要了解 所以如果要做沟通 真的我们要好好的 define 我们的市场是谁 我们来看一下两个很有名的品牌 Hagen-Dazs和Ben & Jerry's 其实这两个品牌都是做一样的行业 两个品牌都在卖冰淇淋 但是他们的市场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们沟通的方式也是完全不一样 你们有没有发现 Hagen-Dazs沟通的方式是 我们的材料很好 我们的产品很高级 你吃这个是一个reward 可以让你们很幸福 很comfortable 很joyful 很exclusive 但是Ben & Jerry's不太一样的 Ben & Jerry's应该是说 是一个social brand Ben & Jerry's他不只会说 我们的冰淇淋好好吃 他们也会说 我们的品牌很注重 很多其他的issues 比如说 global warming racial injustice politics 所以呢 他的市场其实不太一样的 愿意卖Hagen-Dazs的客户 跟愿意卖Ben & Jerry's的客人 完全不一样 我是卖Hagen-Dazs 因为我就是要enjoy 我要鼓励我自己 我要给我自己个reward 我卖Ben & Jerry's 是因为我认为 我自己有很多的belief 你们知道你们的客户的 核心价值是什么吗 你们知道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吗 你们知道他们想要听的是什么吗 跟Ben & Jerry's一样吗 还是跟Hagen-Dazs 好 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也知道我们想要卖给谁 那第三个部分是我们想要知道我们到底要讲什么 我们的message 那这个不简单 因为我们在跟国际市场做沟通 我们要用怎么样的语言来讲 以后我们的tone要怎么讲 要怎么用 还有我们的manner要用什么manner来去沟通 都会印象我们的客户的感觉 我们要印象我们的客户的心 还有他们的mind 2020年组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台湾这个品牌 又开始跟国际市场做沟通了 那他们说什么 他们用一句 台湾can help 那在2020年组的时候 是个很好的口号 为什么 因为市场真的需要帮忙 口罩不够 真的很担心 怕没有包固自己 也不知道会不会被印象的 真的很需要口罩 所以台湾can help 这个口号 真的很有feel 以后真的有印象客户 让他们就印象很深刻的 那我们来看最近2021年的时候 infection很高 大家都需要隔离 但是口罩已经够了 用这句台湾can help 这个口号已经没有用 没有道理 大家都已经在suffer 都需要love 都需要care 都需要empathy 台湾can help 其实对市场来讲 已经没有感觉了 台湾并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 我想在很辛苦 我想要出门 不想要一直在家里 我想要有人关心我 不是因为台湾的 是因为我 有一些大品牌是 刚刚有发现这个需求 就是大家都需要care 需要empathy 我们一起来看 Coca Cola的新的logo 有没有发现这个logo有点像hug embrace 为什么呢 他只是想要跟客户说 we are here with you we love you we want to care for you 他有说we have the best product吗 其实没有了 第四个通路 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要讲什么 我们知道我们要跟谁讲 但是我们还没有设定好我们的沟通的方式 所以通路的部分在我们的策略里面一定要想我们到底要在追求沟通吗 还是不是可以在线上沟通比较方便 还是线下 那如果我们要跟一些逼注逼的客户联络 比如说我们的代理商 也要怎么跟他们沟通 也要怎么跟他们沟通 也要怎么跟他们知道我们的品牌是什么 我们在做什么 其实上个月我去Temptos的时候 我也都瞎到了 其实真的很忙 就是很多很多公司都在那边 因为我在想 这么多人愿意去Temptos花钱 花新销 新销预算来去做沟通 来去做广告 来去做promotion 但是一个外国客人都没有了 其实我那天去 只有两个外国人在那边的 韩火 那这个是不是一个 有点免费钱的一个策略 第五个跟第六个是时间跟预算 我想这一部分当然是很重要 我想你们这一部分 你们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我们今天应该不会花时间来去谈这一部分 因为时间很短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新的趋势 在我们的世界 如果要做国同 我们必须了解一下很多新的消费习惯 很多新公司的习惯好吗 好所以现在也要跟大家去share一下一些新的趋势 第一个是跟语言跟messaging有关系 shifting language and messaging 其实我们在做国同一大部分是用声音来沟通 是用语言来沟通的 是用文案来沟通 但是最近我是讲英文的 最近在英文的这个语言来讲 有很多改变的 很多趋势 性的趋势 那最近有两家大学有做一个research 然后发现从1980年到1980年的时候 我们用的字比较多是跟逻辑有关系的 所以很多字是I determine conclusion we 这三个字比较多了 那最后40年大家改变了 最后40年我们看的比较多是 I 我 还有feel 还有believe 这些字都被用的比较多了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现在我们在沟通的时候 大家都比较care自己的看法 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believe 已经不是靠逻辑 是用feel来去考虑 所以 brand communication has become all about putting the customer at the center of the customer experience again words matter in communication and the way Taiwanese brands communicate with their markets must reflect the changes in society so 台湾 can help was good at the time but it was all about Taiwan 台湾 can help who and how are you going to help me and what am I going to get out of it 我们去年跟孙天堂品牌合作的 我们去年跟孙天堂品牌合作的 我想大家都知道 孙天堂是卖中药 是台湾第一名 那去年跟他合作的原因是什么呢 孙天堂想要卖中药给动物 那那时候我们在跟他们合作的时候 我们发现 卖这样子产品的 像给动物的中药的客户 并不是传统市场的 都是比较年轻的 Pet owner 他们是Gen Z 还是Millennial的 And Gen Z and Millennials are very individualist 所以我们在设计口号的时候 我们是劝 就是品牌口号 是对客户 是为了Customer So when we designed the slogan Design the slogan We decided to make the product All about the consumer 所以我们是怎么写呢 我们写 Because I love my pet 因为我们并不太想要focus 在我们的产品 我们不想要说Q宝是卖中药 我们是给你的动物 没有 我们要特别focus在小费者 但小费者就很开心 以后认为他是一个好人 所以我们会说 如果你不爱你的动物 那你不会买我们的品牌 Because I love my pet 的意思是 我们会表达给别人知道 你是一个很关怀的人 你是很爱动物的人 你自己本人是一个很好的人 你的心很大 第二个性的趋势是 Truth Crisis 你有没有发现 从美国宣总统的时候 到现在越来越多人 其实不信媒体 所以现在对品牌公司来讲 有一个大大问题的 我们在帮品牌做沟通 但是我们的小费者 我们的客户 我们的市场 越来越不相信公司 也不相信大公司 也不相信品牌 所以我们到底要 只不跟客户做沟通 我们要用Facts 还是要用Storyteller 最近大媒体 比如说CNN Fox 越来越没有客户 没有人在看他们 没有人相信他们 其实 The trust in traditional media has dropped very very low since the seventies 你们可以看一下旁边的表 另外一个是 越来越多人觉得 大公司已经没有再讲整实话 那因为小费者 越来越不相信媒体 也不相信政府 也不相信大公司 他们相信谁 他们真的相信其他的小费者 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 以前KOL很成功 现在变成KOC Key Opinion Customer 所以如果你们真的要 印象小费者 你们可能要考虑一下 先让你们的小费者 就变成你们的Brand Ambassador 进小费者来推荐你们 给别的小费者 这个是才比较成功的一个方式 在中国大陆 有一个光州品牌 叫Perfect Diary 这个品牌只有五年的历史 那这间公司是卖 Cosmetic 化妆品 给女生的 以后他2020年的 Market Valuation 已经是40亿美金的 但在那个Color Cosmetic的市场 已经有4%的Market Share 那这个品牌已经 算是第三名 在阿里巴巴的铁锚这个市场 已经排到第三名了 所以这个品牌 真的做得非常非常成功 那为什么做得那么成功呢 是因为他们有特别 小费者就变成他们的 品牌的代言人 他们怎么做呢 除了 than paying third-party social platforms to generate online traffic Perfect Diary sends its customers into private conversation groups on platforms such as WeChat Bilibili and Weibo where the brand can communicate directly with them each time the brand makes a sale it gives the shopper a card with a QR code on it that depicts or that directs them to its WeChat account they're then incentivized to add the cosmetics brand as a friend by rewarding them a free sample depending on the purchase the consumer has made they are then segmented into specific group chats where they can chat and share comments with other consumers who've made a similar purchase in addition Perfect Diary has created a totally fictional character called Xiaowanzi who acts as a beauty advisor a promoter and a customer service contact this is a clever way to distance the corporate brand from its consumers by allowing the online avatar to interact with groups of like-minded consumers while allowing the brand's marketing team to monitor discussions and understand the needs of the market 那小费者 其实在这个example 小费者没有很大的power 所以如果品牌有办法 直接跟小费者做国同 当然是加分的 比较会有这种 放心的感觉 那放心品牌的市场 真的是很有价值 最后我想要跟你们分享 最新的一个大大的趋势 Metaverse 有听过吗 我想应该听过啦 因为媒体 每天都在讲 那是什么呢 是一个线上的一个世界 以后这个世界 其实大家一般民众 都可以去那边观察 跟别人有互动 和国通 等等的 那最近 因为小费者都在那里 也是一个好机会 可以让品牌 也在那边 有自己的一个presence 那我们这边 其实我们就这个趋势 并不是新的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这个趋势 现在发展的速度 真的蛮快的 Subcover其实最后 从去年开始 我已经都在观察 这个新的趋势 所以我们觉得 台湾品牌 其实蛮有机会 就是上Metaverse 来跟 不管是buyer 还是一般的消费者 做一些沟通 promotion 品牌等等的 我想大家都对谷伎 有一些印象了 估计它上下 已经在Metaverse 开店 所以一般民众 可以上线 可以直接去观察 他们的门店 可以看他们的产品 了解产品的价格 还有它的规格 等等的 那这个是非常适合 B2C 消费者的品牌 Nike 也是另外一个 很有名的大品牌 其实他们也在Metaverse 但是他们用的方式 不太一样 就是可以一起运动 以后就是一起互动 这样子 其实大品牌 还是觉得Metaverse 很有机会 那因为Metaverse 也是一个空间 其实并不一定要买产品的 很多艺术家 还有rapper 就愿意用Metaverse 来办活动 所以其实 一般小费者 也可以去那边玩 也可以在那边 看演套会 还是就是 参加一些concert 你们看一下 Snoop Dog 他也是 那我当然知道 大家都在想 我们是制造业 还是我们是B2B的产产 所以用Metaverse 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你们看一下JP Morgan JP Morgan是B2B的一个 一个银行 那他们也在Metaverse 有自己的office 所以一般民众 可以进office 以后多了解 JP Morgan的一些 介绍 以后可以了解 他们的服务 那我不知道 为什么这里 有一只老虎 其实很多大品牌 都已经在考虑 已经进去了 那我们这边 我们觉得 台湾产商 一定要开始 往这个方向 不管是B2B B2C 传统 还是比较modern的 大家都要管这个部分了 那这个是我们 Subcomer 就偷着蛮多时间 去想 要怎么办 台湾产商 来上Metaverse 那你们ready吗 首先我们只有 20分钟的时间 来去做简报 所以真的是 没有办法跟你们分享太多 而且因为讲中文 我也怕大家都听不太懂 我在讲什么 但是我希望 最大总点是 大家都可以记得 沟通计划 真的很重要 Abraham Lincoln 美国总统 很久以前 有提一句话 Give me six hours to chop down a tree I'll spend the first four sharpening the axe Do not underestimate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a good brand communication plan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品牌台湾 绽放全球